连而来各地景区景点都迎来了大量游客 各景区优化服务举措 做好旅游服务保障 游客们赏夜景 品美食 看烟花 乐享假日生活 在山东新泰新府山景区 五龙民俗活动与传统飞移花灯精彩上演 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在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 游客们赏夜景 品美食 看烟花 感受热闹的年味 正月初一晚上 水上打铁花飞移展示活动 在浙江同乡市蒲苑时尚古镇夜空绽放 伴随音乐 打铁花表演者站在岸边挥动特制的花棒 将炽热的铁水用力击打到空中 刹那间碎金成雨 流光溢彩 璀璨的铁花在夜空中绽放 看了这个打铁花的话 就是感觉心里也是开花一样 就是很开心 随着夜幕降临 在湖北省丹江口市 两只身长六米的火凤凰与盛宴为伴 在百米天空上翱翔盘旋 在空中画出一个个优美的弧线 汉江河面上 寻江的两条金龙 均由当地退捕的 二十艘渔船改造连接而成 船身采用灯光亮化 呈现出金龙姿态 在灯光秀的搭配下 金龙口中不时喷出震震烟火 与天空中的如火的凤凰 遥相辉映 让秀美如画的丹江口更加灵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